原来是个不男不女的二爷子 哼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竟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 练成天池阴阳手的断天宝恐怖如斯 竟然只靠着一个眼神 就秒杀了天门十二级之一的蓝剂 随后又是轻描淡写了一掌 铺天带地的掌力追上天门弟子 将这些天门弟子统统送上了西天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 我是天门的杀星 断天宝之所以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多多少少都要拜天门所赐 所以他单枪匹马来到了天门 要杀了月龙轩报仇血恨 由于他的武功已经登峰造极 皇而堂之地出现在了天门 竟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这些人难得倒我吗 断天宝一个弹指解决了一众守卫 这种掌握强大力量的感觉 让断天宝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紧接着断天宝来到了月龙轩的房间 利用鬼魅的身法戏弄起了他 作为本剧战利天花板的月龙轩 只觉得有些后背发凉 不由地起身查看情况 不曾想断天宝趁机发难 仅仅不过三两招 便轻松制服了月龙轩 你是谁 我是你的杀星 你也不过如此罢了 眼见天门门主月龙轩不堪一击 断天宝瞬间失去了兴致 出手打了月龙轩两拳当作报复后 便扭断了月龙轩的脖子 将其送往了西方极乐世界 哎哟 天门的魔头 还不是这么容易就死在我的掌下了 又有一个月龙轩出现在断天宝的身后 显然这个月龙轩才是本尊 地上死的不过是个冒牌火 断天宝狂喜过后 也很快察觉到了不对 转过身看去被吓得不轻 这才意识到中了诡计 你以为这么容易就能杀我吗 断天宝率先出手攻向了月龙轩 却被月龙轩轻松化解攻势 抓住手臂扔飞了出去 见识到月龙轩恐怖的断天宝 当即全力运转起天池阴阳手 月龙轩同样身怀天池阴阳手 深知这门武功的厉害 根本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月龙轩挡下了断天宝的全力一击 却发现断天宝这个娘娘枪 竟然趁着烟雾弥漫逃之夭夭 可房间中流下的鲜血 证明断天宝定然已经复杀 更让月龙轩感到不安的是 断天宝是从何处学会的天池阴阳手 正在月龙轩思索间 银记听到动静赶过来 看到地上的尸体颇为震惊 眼见月龙轩发怒 银记连忙跪下领罪 可很快尸体上的掌印 引起了他的注意 并为拦记的背上有同样的掌印 这就是天门的绝密神功 天池阴阳手 天底下除了我之外 应该没有第二人懂得这门功夫 这个人会不会是本门的人 偷偷学了门主的神功 为了弄清楚断天宝的来历 月龙轩要迎祭代人活捉断天宝 但其实月龙轩的心中已经有了些许猜测 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个人也会天池阴阳少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 月龙轩去往了二十年来未曾踏足的地方 他进入关押冰大娘的山洞 发现寒江乌金铁链一段 他的妻子冰大娘也不知所踪 与此同时 月龙轩忌惮不已的冰大娘 在神医长春的治疗下 已经解开了九转丧心丹的剧毒 功力恢复到了巅峰时期 冰大娘 银记向月龙轩禀报 十三省的武林人士 因为无忌是月龙轩之子的消息 已经分裂成两派水火不容 他们天门可以伺机而动作收鱼翁之力 分化武林的目的已经达成 我们也不需要再故弄玄虚 银记 数彩贩 你带着十二纪和天门精英 继合到精英宝 把无忌给我接回来 让我们父子共享天伦 是